無庸置疑的選擇 無可取代的體驗 無所不難的信心 無比難得的機會 無與倫比的挑戰 無錫成長於世代必行 這一次聽到安利公司有加入無錫成長於挑戰的機會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說一定要達標 目前在無錫又有全球第一座的中草藥的科研農場 當然一定要到現場親身的體驗跟參與 而且我怕那個科學家他們是要用什麼基因定式 會覺得很想要了解啊 而且如果了解了這件事情以後 就更知道說我們營養品製成的過程 我都聽過很多領導人說 像美國農場他們都去參觀過 那些美國的地方是可以自費的 可是無錫它不是可以隨便去 但現在我去問我看見的時候 會更有相信的力量 我實際踏上那一塊土地 告訴別人真的有這件事的存在 我相信對我自己或是對我的小組的夥伴 他們都會更有信心 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目標一致速度才會快 聽到的時候我們是可以一起去 我就開始跟一斤也討論 我就想我怎麼跟我的領導人一起去無錫完成這個目標 在拼搏無錫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句話特別適合 就是案例事業不是單打獨共 是什麼?是團隊合作 如果我們大家都要一起去 那我們就要去完成目標 然後去想辦法去設定計劃 其實在我們團隊裡面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設定好 就是要同時間達標海外旅遊跟無錫成長 完成無錫的同時呢 你還可以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獎金 當我們有一個目標要邁進的時候呢 就是一條心 所以我相信我們一定做得到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整個心態上的這種就是堅定 必須要有設定一點 讓我們覺得有一點點困難的目標 可是它並不是去阻礙我們前進 而是讓我們能夠更突破自我 更勇敢地朝向那個方向 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的人 前進無錫 飛去不可 持續達Q 如果不是你 那是誰呢? 如果不是現在 那是什麼時候呢? 健康無敵 不去可期 就是要達標 我們無錫見 前進無錫 勢在必行 Yeah